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暑期档最受关注女艺人 杨子、杨幂、赵丽颖、迪丽热巴等10人入选 微热点公布了暑期档最受关注女艺人统计周期 2022年7月1日2022年8月31日TALK10的名单 她们分别是杨子、杨幂、赵丽颖、迪丽热巴、赵露丝、杨颖、居静一、于书欣、白露、刘亦菲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位女艺人呢? 杨子凭借一部《沉香如谢》肯定又会圈粉无数 小编一直特别喜欢这位女演员 她在《湘密沉沉浸如霜》中扮演的锦觅还有《天机之白蛇传说》中扮演的《白妖妖》是小编最喜欢的角色 这一次在《沉香如谢》中扮演严旦 又是一个古灵精怪、活泼可爱的形象 关键是到了剧情后期 又是一个为爱舍弃自我的角色 让人为她难过、伤心、易南平、杨子排名第一 也是实至名归 杨幂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一直是真实、自然的 所以有很多网友喜欢她 也是可以理解的 赵丽颖在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中扮演的和幸福与以往的角色都不同 所以也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迪丽热巴在《与君初相识》中也是表现非常好 小编对这部剧的喜爱度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喜欢任嘉伦扮演的《常义》这个角色 他们都是演技超棒的艺人 为他们打扣理所应当 赵露丝在《星汉灿烂》中扮演的程少商也很有特点 她的爱恨情仇也是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 关键是结局不错 所以口碑还可以 杨颖主演的电视剧《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小编没有观看 但是小编喜欢她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暑期档最受关注女艺人 杨子、杨幂、赵丽颖、迪丽热巴等10人入选 于书欣和刘亦菲也都有不错的角色奉献给大家 小编知道 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她们 小编也是如此 你们可以把喜欢的女艺人的名字写在评论区 迪丽热巴为什么这么火 除了外貌她的魅力在哪里 迪丽热巴是如今炙手可热的流量花 90后的第一梯队她也红了很多年了 能红这么久 除了绝佳的脸和身材之外 她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都说在娱乐圈看人品怎么样 工作人员的话是最可信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圈内工作人员对她的评价 巴沙主编说她拍摄的时候非常配合 没有女明星的架子 主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摄影师想让她下水 我们都不知道她会做到什么程度 但她就笑着直接躺在 瀑布边上快速流着水的大石头上了 妆发湿一片哭嚎 爬上有青苔的石头 石头和石头之间简陋的悬梯 她让我们都变得勇敢了 诸如此类的评价还有很多 大概来说基本都是说她没有架子 性格很有亲和力 与美艳的外表形成巨大反差 机灵反应快 对媒体的问题能应付自如 这就是热巴能红红火火 这么多年的原因之一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